做得好的 再加上AI的Mesodology 你有可能會升級 AI基礎設備升級 偽創股價也跟著攀升 十一號開盤不到三十分鐘 職工漲停板 成交量更是超過十三萬張 不甩美系外資 將目標價砍到五十元以下 小金基圍影九百六十元 偽創股價短短一天大漲十元 來到一百一十三元 超車鴻海的一百零五元 股價不是我們公司說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市場機制 我們真的把本業 剛才我講的競爭力把它打好 這是最重要 看看偽創今年六月 營收達八百一十一億元 月增百分之二十八 區電子五哥之冠 就是因為懂得及時停損 偽創早在三年前 就把中國昆山iPhone廠 賣給力訊 今年四月結束泰州廠營運 印度三座工廠也傳出 將賣給塔塔集團 並在六月正時逐步關閉昆山廠 專注發展AI領域 事後證明斷開蘋果 路更廣 財新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就說 偽創從老腰等級 現在市值爬到超過三千億 再加上圍影就已超越廣達 背後工程還有圍影董事長洪立寧 頂著臺大政大高學歷 雖然身高只有一百四十六公分 但卻撐起偽創在伺服器領域的半片天 偽創的股價上漲的背後 他的基本面跟上的速度 是不是有跟他股價上漲速度一樣快 因為就目前看起來 偽創集團在針對於AI伺服器相關的佈局 其實是不如廣達 偽創尝不到蘋果田 華麗轉生發展AI 但競爭對手還不少 該如何迎頭趕上牽動未來股價發展 三立新聞 楊超成怡婷台北報導